第101章 圈起来 要考的 林参在半空中 划出一道弧线 就要往地上往 下方一个同学看准了方向 高高跃起 伸手抓向林参 嘴里还兴奋地喊着 我的了 可就在他的手快要抓到林参之时 林参根须猛地扬起 带出道道凌冽边影 抽象了他的手 一阵噼里啪啦的撞击声响起 虽没有震耳欲聋 却足以表明 林参这一波攻击 势大力尘 该同学被吓了一跳 伸出的手下意识收回 但很快又发现 林参的攻势只是看着强 根本伤不到他 因为孝辉感知到了危险 及时启动 撑起灵能罩 挡下了林参的攻击 可惜他的手已经收回 在伸出想抓林参 已经晚了 林参虽然没能伤到他 却借着根须与灵能罩撞击产生的作用力 飞向了右侧 这边几个同学正等着呢 刚才的一幕 他们都瞧见了 知道有孝辉在 林参是伤不了他们的 没了后顾之忧 只管冲上去抓 林参在这一刻 展现出了惊人的灵活与敏捷 他借助根须的舞动 飞快且不停地改变着身形与方位 如穿花蝴蝶一般 从几个同学的手臂间穿过 与林参相比 这几个同学的身法 就显得很迟钝了 甚至还在林参的引诱下 撞在了一起 虽然有孝辉保护没受伤 却是倒了一地 突破了这几个同学后 林参便企图逃离此地 今天的这堂课 杜仲特地选在了野外 四周没有墙壁门窗 这就给了林参逃走的机会 然而杜仲怎么可能让他跑掉 他手一挥 灵力涌出 一片无形的墙壁 挡在了林参逃走的路线上 林参一头撞上去 非但没能突破逃走 反而还被撞了回来 落到了地上 有个同学就在这附近 见状大喜 飞身扑了上去 将林参压在身下 哈哈 我抓住了 他一边高兴地大笑 一边伸手往下面摸去 可是下面什么都没有 咦 没了 怎么没了 明明有的啊 几个同学赶了上去 同样没有在这人身下 找到林参 这林参还能凭空消失 菜鸟们正猛逼着 就听耳边响起了杜老师的声音 来 大家翻到课本第207页 补需要的第一节补气药 它这儿的第一个药 讲的就是人参 你们注意看第一个大段里介绍的话 生长在灵气浓郁之地的人参 经特殊培育 采息日月精华后 可精化为林参 其虽未成精 却可走动 并拥有动物般较低的智商 在这后面还有一句话 你们要记牢了 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 这林参自带遁地天赋 如果再也外遇到林参 切勿让他钻入泥地之中 否则你将很难再见到他 这段话圈起来啊 以后可能会口 到时候 别怪我没给你们话重点 刚才发生的一系列情况 都来得太快 苏木在的位置 距离林参又远 所以没能赶上 但这会儿 在听了杜仲的话后 他倒是把药物学 从校徽里拿了出来 翻到207页 扫了几眼关于人参 林参的记载 同学中有好些都反映了过来 拿出课本 想要从书中 找到抓住林参的办法 也有人问 老师 现在林参已经钻到地下 我们该怎么办 总不能掘第三尺 把他给挖出来吧 杜仲摇头 挖是没有用的 算了 让我来帮你忙一把吧 他还没让这些 新生受足教训呢 又怎么会就此中断实验 新生们不知道他的打算 还觉得这位老师 真的挺不错 杜仲抬脚 轻轻在地上一跺 搜的一声响 林参破土而出 这次他出现的位置 离苏木很近 苏木顾不上再看课本 急忙探手 就要去抓 而林参再无法逃走 顿地躲藏 还被逼出来后 也是彻底的愤怒了 猛然释放出一片 如同水雾般的东西 瞬间将所有人 都给笼罩在了其中 苏木受此影响 没能抓到林参 被其介物躲开 好在这雾气 并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就被山峰吹散 但新生们也发现 林参又没了踪影 又不见了 不会又钻地里去了吧 这次杜仲没有给他们做解释 也没宣布实验结束 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无奈 新生们只能自己搜寻 突然有人看到 东南方出现了林参的踪影 急忙追了上去 他虽然没吭声 可这一动 自然是引起了 其他学生的注意 于是都看到了远处的林参 纷纷追了上去 苏木追了两步 又停了下来 感觉有些不对劲 之前林参想逃 还没离开这片区域 就被杜老师施法给挡了下来 可这一回 林参都逃出那么远了 杜老师却没有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苏木 还有几个同学 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纷纷停了下来 扭头望向杜仲 杜仲却说 看我做什么 还不快点去追 那可是林参 你们不想要吗 去完了 就没希望了 听他这么说 苏木等人虽然觉得古怪 却也不再多想 跟了上去 反正有老师在 又是在学校里 肯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既然杜老师想让我们追林参 那就先追吧 看他到底 是在玩什么把戏 一群人追着林参 很快就跑得不见了踪影 杜仲收回了目光 笑盈盈地嘀咕着 这届学生里 还是有几个好苗子 不错 不错 二十多分钟后 新生们又跑了回来 只不过 他们先前是从东南方向跑走的 但这会儿 却不是从原路返回 而是打西北方向跑来的 远远看到这里 尤其是看到了杜仲 新生们都是一愣 杜老师这是跑到我们前面了 不对 这地方有些眼熟 卧槽 这不是我们之前上课的地方吗 我们怎么转回来了 苏木心头一动 急忙从校徽里拿出课本 翻到207页 继续看起了先前没看完的内容 最后是在209页的中段 也是关于人生介绍的末尾 找寻到了答案 这里不是真实事件 刚才林参释放的雾气 是一种类似于鬼打墙的幻术结界 我们这是被困在了林参的幻术结界里 说的没错 杜仲接过话头 一脸严肃 这也是一个可能会考的知识点 圈起来要背赎哈 第102章 林参 我的了 新生们面面相去 对杜老师既无奈又无语 但别说 他们还真是对这个知识点记忆深刻 以后要真在考试中遇到了 怕是立马就能想到答案 不过现在 得想办法从幻术结界里出去 看杜老师的样子 摆明了是不帮忙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出去 大家听我说 想要离开幻术结界 只能将它轰碎 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集合我们所有人的力量才行 等下听我信号 大家一起动手 朝正东方进攻 幻境只是看着大 实际面积 很可能还是我们刚才上课的那片区域 只要冲着一个点集中火力 就能撕开口子冲出去 一个来自修真世家的同学站了出来 带着大家朝正东方 集火了一波 可惜这波攻势 仅仅只是让周围的景色晃动了两下 并没能够轰碎幻术结界 究其原因 还是新生们的实力太弱 一个注击的都没有 林参虽然也很弱 但他的天赋能力 却不是一群菜鸟能破的 必须先削弱幻术结界 否则以我们的实力 就算集火再多次 也轰不开它 苏木做出判断 同学们对此很认同 有人尝试着释放虚弱类法术 可惜以他们的实力 学到的虚弱类法术 都是一级的 再加上本身学的也不算精通 用出来后并没有多大效果 反而是浪费了自身的灵力 趁乱 苏木悄悄将多肉法器 从校灰的次元空间里拿了出来 扣在手心 启动了一发三级的虚弱术 众人耳畔突然响起 嗡的一声轻响 然后就看到周围的景色一阵晃动 已经无法再维持幻想 有效果 苏木精神一阵 看来三级的虚弱术 还是很厉害的 能穿过灵灿的幻术结界 伤到其本身 几乎是在同一刻 新生们都将目光投向了苏木 他们虽然没看到多肉法器 却注意到 虚弱术是从苏木这里释放出的 见起了效果 不少人都冲他挑起了大母哥 由衷地夸赞一句 牛皮呀兄弟 虚弱术玩得这么溜 是打算走乌衣的路子 也是他们修为不够 不然就能察觉到 刚才那一发虚弱术 可不是一个未助机的人 能够释放出来的 苏木在第一时间 多肉法器收回了小灰里 他倒是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打一波广告 可惜多肉法器到现在 都还没有销量 这时候 自己拿出一个来 是个人都能猜出 他和客店有关系 只能无奈作罢 看来以后 得把我和小叶子用的多肉法器 给改个模样才行 苏木一边想着 一边冲着同学们招呼道 快 趁着幻术结界被削弱 赶紧再激火一波 对 大家再激火一波 同学们纷纷响应 顺利地被转移了注意力 又一轮激火攻击后 四周景色扭曲得更加厉害了 但还是坚挺了下来 没有碎裂 还是不行 有同学绝望地说 那可不一定 幻术结界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只差最后一下 苏木将之前在分科考试中学到的 风水专业里 用来观测灵气变化 和走向的 观气数 课经升至完美无缺 然后催动运转 周围的风景陡然一变 通过观气数 他看到了幻术结界上的灵气情况 虽然因为观气数的级别较低 看得还不够清楚精准 但这一刻的幻术结界 已经很虚弱 再拿他找出灵气薄弱点的大概位置 还是能行的 在这里 苏木目光一领 抬手就是一技学 自立式炼体专业的拳法 轰向了他看到的幻术结界上 灵气最弱的那个点 咔嚓 人们的耳边响起了一声脆响 怎么了 难道 下一瞬 四周的景色轰然裂开 仿佛镜子被打碎了一般 扭曲的景色随即消失 众人轰碎幻术结界 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 幻术结界 竟是被他一拳轰开了 学生们的目光 再次聚焦到了苏木身上 或惊讶 或错愕 或崇拜 而种种情绪 最终都变做了卧槽和牛皮 苏木则看到了灵餐 他就像是身体被掏空 干瘪瘪地躺在地上 别说是土盾钻地 就连五栋根须都办不到 须得不能再须 灵餐掉落的位置 就在苏木身旁不远处 他也不客气 上前一步 俯身从地上抓起了灵餐 扭头冲杜仲说 杜老师 我抓到了 他是我得了吧 放心 我说话绝对算话 杜仲回应道 虽说苏木刚才是靠着法器 才虚弱了灵餐 削弱了幻术结界 但法器本身也算是实力的一种 他也没规定不能用法器 而且苏木后面 找准灵气薄弱点 一拳轰开的表现 可谓精彩至极 最关键的是 这唐克的目的已经达到 看看那群瘫坐在地 大口喘着粗气擦着汗 身心都给累到不行的心声 就知道他们 对这唐克 肯定是记忆深刻 多年后都不会忘 这便足够了 至于一根灵餐 虽然珍贵 但对杜仲来说 也就那样 送得起 同学们对苏木得到灵餐很羡慕 但是没人嫉妒 毕竟突破幻术结界 苏木出力最大 而且 灵餐也的确是被他抓到的 谢谢杜老师 苏木很高兴 这可是灵餐啊 要是拿回去煲汤给妹妹喝 可是能大补元气的 说不定就能治好 他正气虚衰的毛病 灵餐仿佛 察觉到了危险 身体 根虚猛的一阵颤动 杜仲手一抬 之前 被他收起来的红绳 搜的一下 飞到了苏木手上 记住了灵餐 灵餐立马不动了 原来是好这一口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餐 杜仲指点道 这灵餐你拿回去 在院子里挖的坑埋下 定期浇水 他蕴含的灵气 以你现在的情况是 承受不住的 捡点根虚吃就行了 他的根虚被捡了 要不了几天就能长出 只要别捡得太勤 就能一直有得吃 另外在没有把他养家之前 千万别把红绳解开 不然他跑了 我可不负责找回 苏木听得连连点头 并问 杜老师 要怎么做 才能把灵餐养家 这个问题提得好 杜仲赞了一句 就在苏木 以为他要回答的时候 却听他说 这在以后的课堂上会讲 你只要别走神开小差 就一定能学到 随后 他又对周围的同学说 这个知识点也是会考的 你们要认真听 如果考到了没做对 我可是会增加课堂实验量的 新生们齐齐打来的寒战 赛老师 推狠了 第103章 报应 苏木把灵餐放进裤兜 这玩意儿 已经有了一些智慧 不能放进校徽的次元空间里 好在他被红绳绑住后 就跟普通的人餐一样 不会再动 不然多少有些尴尬 仔细看绑住灵餐的红绳 就是一条普通的绳子 绑法也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居然能够将灵餐封印 使之无法动弹 也是神奇 苏木不知道原因 问杜老师吧 只说以后会讲 让他认真听课 一转眼的功夫 药物学的两节课结束 几只稀有鸟飞了过来 站在鸟头上的灵猴 手里面举着一个个牌子 上面或是写着灵鸟 或是写着玉兽等等字样 这是学校安排的巴士鸟 用来接送学生 前往不同专业的课堂 灵猴站在稀有鸟的头上 冲刚上完药物学的新生们 一边招手 一边叽叽叫个不停 仿佛是在说 上车 上车 往里走 有座 有大座 马上就要发车了 要上的抓紧了 跟早年间挤公交一样 要上的是灵猴课 便朝着举有灵猴牌子的灵猴 和西游鸟跑去 刚上鸟 就听见有人叫它 鸟头一看是凯文 凯文学的三个专业课 分别是灵猴 力士练体和飞剑 所以下堂课 它们要在一起上 等到去灵猴的学生都做好 西游鸟正吃起飞 感受了一下后 俗目暗叹 难怪青城山修珍大学 会把这鸟当巴士用 不仅在客多 飞得还又快又稳 几分钟后 西游鸟收起翅膀 落在了一个 看上去有点像是牧场的地方 在牧场的大门口 有一位胖乎乎的老师 已经在等着了 他叫王渝 是顶时专业的老师 一群选修了顶时专业课程的同学 急忙下鸟 去向王老师报道 凯文走了两步 回头看了眼西游鸟 有些诧异 我怎么感觉 这鸟看到了王老师后 就开始发抖了呢 苏目也回头看了一眼 说 废话 你要是一个能吃的东西 看到厨师 一样的抖 也对 凯文一琢磨 觉得苏目说的很有道理 王渝身材有些胖 而且随时都乐呵呵的 看着就跟弥勒佛一样 等新生都到齐了后 他招呼道 多跟我走啊 今天第一堂课 带你们去认认食材 等下进了万寿厂 记得跟紧我 不要离远了 离太远 一是听不清我讲的课 二是容易被食材欺负 食材还能欺负人 有同学表示怀疑 显然是还未吃到学习的苦头 苏目想起了 被文武兵带上山时 曾经看到过的那场作业讨伐战 那群讨伐修蛇的学生 好像就是顶时专业的学长学姐吧 这么说来 修蛇也是食材的一种啊 这要是吊对玉上了 的确打不过 苏目赶紧拉着凯文 窜到了王渝身边 还是跟井老师安全点 王渝领着一票心声 穿梭在万寿厂里 边走边介绍 对于各种动物的吃法 做法 功效等等 他了如指掌 信手拈来 林瑶学的两节课 都是在万寿厂里上的 下课之际 队伍恰好走出万寿厂 王老师不愧为顶时名家 对于时间和步骤的把握 尤其到位 走出万寿厂的新生们 脚都是软的 还有人被吓出了一脑门的冷汗 万寿厂里养着的这些动物 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敌意 远远瞧见他们 就怒目而逝 摆出了战斗姿态 并发出阵阵带有威胁 和恐吓意味的低吼 若不是有王老师带队 这些动物早就冲上来 把他们给团灭了 谁让他们是雪顶时的厨师呢 词别王老师 新生们一块往宿舍区走 到了宿舍区后 又纷纷道别 各自回家 苏木刚推开院门 苏叶和两个符文手办 就迎了上来 两个符文手办 把女仆的工作 干得格外出色 一个给苏木送上热毛巾擦脸 另一个则给苏木递上了一杯 香气扑鼻的血压灵茶 哥 今天的专业课怎么样 有趣吗 苏叶好奇地问 他对修真大学里的课程 格外感兴趣 苏木接过小爱同学 递来的热毛巾 擦了把脸道 还行吧 有趣是有趣 但也挺折磨人的 把用过的毛巾 递给小爱同学 对方立刻捧着毛巾去清洗了 但阿米亚送来的血压灵茶 他没有着急喝 而是从裤兜里面 拿出了灵餐 哥 你这人身哪来的 灵气好浓 苏叶接过灵餐 好奇地问 苏木简单地 把获得灵餐的过程 讲了一下 听得苏叶嘖嘖称奇 对修真大学的课程越发期待 不过他想要念修真大学 得先考上才行 9月份开始 他就要去青城山修真大学 附属一中念书 届时 他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无聊 其实相比当初在雍方市 现在的日子 已经好过很多 经过一次洗水换学后 苏叶的病情得到控制 可以四处走动 即便待在家里面 也有小爱同学和阿米亚陪伴 不像以前 每当苏木去学校上课 他就只能一个人在家 忍受孤独和寂寞 苏木拔了两根身须 然后按照杜老师的吩咐 在院子里挖了个坑 将林参连同红绳一起埋了进去 又叮嘱小叶子和两个符文手办 让他们千万别把红绳解开 阿米亚 给林参浇点水 苏木吩咐道 可怜的阿米亚 在保姆 秘书 女工的身份之外 又多了一个园丁的差事 活该 谁让你在游戏里老说博士 您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也算是报应了 阿米亚回房 拎着一只喷壶出来 给林参浇水 苏木则拿着两条身须进到屋内 将它们掰成小段 煮成了参汤 虽然 只用了两条身须煮 看着很寒酸 但其中蕴含的灵气和养分 却是很足 苏木和苏叶一人一晚 喝完后都感觉很舒服 无论是元气还是灵力 全得到了补充和强化 苏木一上午的疲倦 也因此一扫而光 不愧是灵餐 光是两节身须效果 都这么好 难怪杜老师千叮明万嘱咐 让别直接把灵餐吃了 苏木感叹了两句后 吩咐小叶子 你以后每隔三五天 就剪一段身须煮汤喝 有大补元气的功效 说不定就能把你正气 虚衰的问题给治好 苏叶连连点头 转眼到了下午 相比起上午的两个专业课 下午气修课和扶振课 就很枯燥和无聊了 看教学内容就知道 气修专业的基础课 包括了机械系统灵力学 材料学 矩阵理论 同时还有高等数学 你说 这都当修真者了 居然还逃不过高等数学的魔掌 也是惨 扶振专业的基础课程 则是有灵力路线原理 灵力图基础 符文程序设计等等 这些课不仅枯燥 还很复杂 偏偏又是非常基础非常重要 必须要认真学习才行的 以至于选修了这两个专业的不少同学 在看到了课本上的知识点后 都烦躁地直抓头发 看到这一幕 苏慕总算知道 为什么扶振和气修专业的人 头发都比较稀疏 发质也差 感情都是被自己给抓的 第104章 这套路 才是真的报应 接下来的日子 苏慕每天除了上课和修炼 其他的时间 大部分都用在了 看突破助机应用学 需要用到的基础书籍上 就连给凯文上语言课的时间 都少了许多 还好凯文知道 他是在准备助机 没有不满 更没有让他退还学费 转眼五天过去 苏慕总算是将 突破助机应用学 需要的基础书籍 全部看完 中间还利用碎片时间 看了一本 林餐栽培技术 从中学了几招 总算是把林餐 给伺候舒服了 伪念的情况大为好转 不仅叶子立了起来 根绪也多长了几根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开花结果 苏慕还盼着能培育一波 把院子里都种上林餐 然后时不时拍张 照发朋友圈 不动声色地装个逼 再将基础书籍 全部升到了十分 完美无缺 后 苏慕再次尝试 突破助机应用学 这次成功了 数据与疯狂涌动 等到他恢复正常后 苏慕定睛一看 发现关于助机应用学的评价 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 只是在最后多了一个括号 里面写着 突破加一 突破加一 看到这几个字 苏慕言矫直抽抽 既然有了突破加一 那是不是还有突破加二 加三 是不是还会出现突破失败的情况 一旦突破失败 还不退还任何费用 这这这 这套路 他简直是再熟悉不过 全都是当策划时玩过的 这算什么 报应吗 苏慕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他尝试了一下 继续突破助机应用学 结果是 看到了这么一段话 该知识已突破到最大程度 瞬间秒懂 助机应用学是 不能再突破了 但别的知识 还真可能加二 加三 这么地突破下去 好吧 真的是报应 苏慕苦笑着摇了摇头 摸出手机 查看突破的花费 突破比升级贵很多 花了有两百万 好在有网店赚了不少钱 否则只靠先前的那点积蓄 根本不够用 这还只是一级的知识 要是二 三级 甚至更高级别 突破一次 不知道得花多少钱 不过花费虽高 却是很值 助机应用学的知识在突破后 是全方面的大幅提升 这样的成果 别说两百万 再多都是值得的 从这一点看 课金外挂 虽然片刻的套路很多 但和他一样 都是货真价实 很良心的 而且这笔研究经费 苏慕早早就想好了对策 肯定能连本带力地赚回来 完成了突破 苏慕并没有着急去驻机场 开始驻机 而是先去了一趟图书馆 作为图书馆的贵宾 他一进到图书馆 立刻受到了 书精的热情欢迎 虽然这次接待他的 并不是上次的那只书精 但热情是一点不减 毕竟他在这里 有着尊敬以上的神望 我们亲爱的朋友 你这次来 有什么需要吗 书精在苏慕的面前 上下翻飞 如果他有手 肯定会给苏慕一个 热情的拥抱 苏慕先把之前 借的书还了 然后问 图书馆里 有著基法镇的设计图吗 我想借来看看 书精有些诧异 有是有 但你看这个做什么 学校里 不是有现成的 助基法镇吗 难道你还想自己造一个 我劝你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吧 助基法镇是三级假等 以你现在的修为 根本造不了 而且 他的造价也很昂贵 助基法镇是三级假等的 苏慕眉头微皱 这个等级的法镇 以他现在的修为 的确是学会了 也造不出 但就这么放弃的话 又觉得不大甘心 他想起了 多肉法器的外包制作方法 又问 助基法镇是一体成型的 还是可拆卸 拼装的 当然是一体成型 书精回答说 好吗 最后的那点希望也破灭了 要是拆卸 拼装的 还能外包出去找代工 苏慕只能放弃 和书精道别 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 书精突然叫住了他 等一下 朋友 怎么了 苏慕止步 你研究助基法镇 是为了助基吗 对啊 苏慕点头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虽然我们无法帮你学会 助基法镇 但我们可以告诉你 如何挑选最好的助基石 苏慕文言一愣 什么意思 助基石还有区别 当然有区别 书精当即介绍了起来 苏慕在听过后才知道 原来在学校的助基场下面 藏有一个大型聚灵法镇 正是有了这个聚灵法镇 助基场才有了源源不断的 灵力供应 才能支撑起108个助基石 提供给学生们使用 链接聚灵法镇和助基石的 是专门铺设的 灵气输送管道 这管道不是一对一 而是如小区里的供水管道那样 由一根主管送到助基场 再分流到不同的支管里 这就造成了不同的助基石 分道的灵气 在强度和浓度上 存在着差别 就和小区供水一样 底楼用户的水压 往往要比其他楼层大一些 一旦水压不足 很可能底楼没影响 中高楼层就得断水 当然 在助基场里 各助基石的灵气差别并不大 学生甚至都察觉不到 但又确实会对助基 造成一定的影响 介绍完毕 书经做了总结 供应灵气的主管 是从助基场的大门处 一路铺设进去的 所以 离着大门越近的助基石 获得的灵气品质就越高 你助基的时候 记得挑离大门 进的助基石 千万别选那些远的 苏木连连点头 这些事情 怕是连学校里的老师 都不一定知道 也就这些书经 天天守在图书馆里 各种书籍 图纸 资料打交道 才能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知道了 谢谢指点 苏木的这一声谢 发自肺腑 若不是书经指点 他还不知道 挑选助基石 也是有讲究的 还以为所有的助基石 效果都是一样的 不客气 真的不用客气 哈哈 再说一遍 听着真让我身心愉悦 好吧 显而易见 书经对苏木的感谢 很是受用 告别书经离开图书馆 苏木静止回了小院 他打开手机 在学校的APP上 下单购买了制作 宁神订破箱的各种材料 然后又给杨玲 以及任客老师们 一一打去电话 请助基架 第105章 助基 还讲究风水 老师们很爽快 批准了架 其实这几天里 早就有一些新生 没去上专业课 请了假天天泡在助基场里 苏木也不是第一个 修正大学和普通学校 毕竟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里的新生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助基 只要是通过了助基理论 和应用考核的新生 去请假助基 都能顺利地拿到架 不会有老师阻拦 但有一点 助基归助基 专业课的知识 是不能落下的 月考 期末考 等等各种考试都得参加 如果考试时 恰好在闭关也没关系 出来后主动去补考就行 考试这种东西 即便是修正者 也躲不掉 要是考得不好 不仅要IP 挂科 以后再请助基 价 还可能会遭到拒绝 所以不少学生 在尝试几天 发现找不到助基的感觉 便会急匆匆地赶回去上课 或者是在学校的APP上 花钱请个学长学姐 在线帮忙补课 这其中以声音甜美的学姐 尤为受欢迎 反正看不见脸 也不管对方到底是萌妹子 还是老阿姨 声音好听就行了 其实在修正大学里 就投一两年的课程比较多 因为要学很多基础理论 等到把这些学完 后面的课程 就会相对宽松一些 毕竟技术上的课程 不像基础知识 光靠死基硬背是不行的 需要领悟 和日积月累的练习 除非是修炼晋级 才会开始又一轮地紧张学习 苏木打完电话 又等了半个小时 一个临职系的学姐 将她买的材料送了过来 临走的时候 学姐拿出手机 主动要加微信 学弟 加个微信呗 以后你再有药材方面的需求 但个微信给我 不仅送货上门 我还可以给你算会员优会价 苏木果断地拒绝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加我微信 就是为了让我给你的朋友圈点赞 除此之外 你那朋友圈里 肯定天天发的不是各种广告 就是各种晒订单 哪怕偶尔发一张自拍照 手里面都会拿一堆要卖的东西 休想骗我上当 活该你单身 被拒绝让学姐很不爽 弯了苏木一眼后 气鼓鼓地离开 单身怎么了 单身吃你家大米了 单身我骄傲了吗 哼 苏木碰的一下 关上院门 把药材放进校徽的次元空间里后 他回到屋里 叮嘱苏叶道 我这次去住机 估计要些日子才能回来 你在家自己照顾好自己 如果遇到了麻烦 就找凯文还有杨老师 我给他们打过招呼的 苏叶应道 放心吧哥 有小爱同学和阿米亚在呢 你不用担心我 专心住机去吧 加油 他这些日子 已经在学校里混熟了 甚至比苏木认识的人都多 真要遇到了什么事 招呼一声能叫来一堆人帮忙 苏木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所以没太担心 点头道 那行 我走了 有事打电话 又吩咐了小爱同学和阿米亚几句 这才离开院子 静止去了住机场 到了十二生肖广场 赵丽氏给童猪挠了痒痒 伺候的他叔父满足了后 方才被允许入内 刚跨过住机场的大门 苏木就被人叫住了 寻声一瞧 居然是裴俊 他正跟几个同学聚在一起 讨论在住机中遇到的事 苏木笑呵呵的打招呼 哟 老裴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裴俊吐槽道 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感觉 我好像是进橘子了 苏木惊了 你还进过橘子 裴俊催道 呸 你才进过 我这么一个五讲四美的好青年 怎么可能进橘子 评了几句后 裴俊才说 我来有三天了吧 苏木恍然 我说这两天 怎么不见你人影 电话 微信也没反应 原来是住机来了 怎么样 还顺利吗 裴俊揉了揉疲倦的脸庞 说道 为了防止受到打扰 我把手机关了 一切还算顺利 已经摸到了门槛 不出意外的话 一个月内 应该能够完成住机 虽然他竭力地想要淡定 谦虚点 可话里的骄傲与兴奋 却是怎么藏也藏不住 裴俊确实有骄傲的本钱 一个刚进学校的新生 没几天的功夫 就摸到了住机的门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一个月内就能完成住机 竟升为一级修真者 这样的成绩 放在任何一个学生身上 都是值得骄傲的 也就是裴俊 要是换成一个性格张扬的人 恐怕早就四处炫耀 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厉害啊 老裴 恭喜恭喜 苏木道贺 由衷地为朋友高兴 裴俊笑着说 谢谢 谢谢 你呢 苏木道 我 这不是才来吗 还不知道能怎样呢 先找找感觉再说吧 哎对了 你在哪个屋 裴俊一愣 新说话题怎么突然扯这么远 虽然不明白苏木问这个做什么 但他还是朝着远处一间住机室指了指 在那 88号住机室 数字比较吉利 苏木看了眼 66号住机室 距离大门挺远的 便提醒道 那边风水不好 你要是信我 就搬到靠近大门这边的住机室来 这里的风水更好 更适合住机 啊 裴俊一脸猛逼 这住机还有风水的说法和讲究 苏木道 瞧你这话说的 买房还讲究风水 要买上风上水 藏风聚气的房子 以利平时的工作和生活 这住机可不比工作 生活重要多了 怎么能不讲究风水呢 主要是裴俊旁边还有别人 他不好明说 距离法阵和灵气输送管道的事 只能拿风水这一套来提点对方 希望以裴俊的聪明 能听懂他的意思 裴俊若有所思 正要说话 他旁边一个人却是在呵呵笑了两声后 开了口 古人住机确实讲究风水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修真大学 没有住机场 修真者在住机的时候 必须要找一处灵气浓郁之地 以提升住机的成功率 但现在 修真大学的住机场 都是建在灵气充盈之所 风水一说 便没有多少人提了 我在进了住机场后 也曾勘测过这里的风水 但据我观察 裴哥和我们选的住机室 都是风水上家之所 反倒 你说的大门位置 风水要稍逊一些 不知你是怎么判断出 大门附近的住机是 风水更好的 第106章 超频住机 苏木看了眼说话的这位同学 有点眼熟 应该也是本届新生 在住机理论和应用的考试上见到过 后来因为专业不同 便没有了接触 所以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裴俊有点尴尬 但还是为双方做了介绍 这是赵九龄 咱们学校风水系新生里的佼佼者 这是苏木 赵九龄插话道 不用介绍 我知道他是苏木 在住机理论的考试中 让胡老师大为赞赏 还发出邀请 让他去参加住机理论研究小组的招聘考试 说他多半能考过 只是我没有想到 苏木同学不仅对住机理论研究很深 对风水堪余也有研究 能不能指点我一下 这话听着有点酸 苏木倒是听明白了 难怪这位会质疑他 一方面是真懂风水 另外一方面 则是因为嫉妒 这很正常 毕竟住机理论研究小组 是青城山修真大学里 最为重要的几个的研究小组 实验室之一 要是能够进去 哪怕只是度个精混个资历 都是不得了的 只可惜 住机理论研究小组的招聘很严 别说普通学生 就连研究生 博士生 也很难通过考核 然而胡全那天 却主动向苏木发出了邀请 还说 他有很大的希望能够通过招聘考核 这个事情传出后 可是让学校里不少人大感惊讶 自然也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 赵九龄便是如此 当然 他不会把嫉妒摆在明面 但要是遇到机会 按蹴蹴地针对一下 还是不会错过的 比如现在 苏木笑了笑 没有跟赵九龄置气 他只是 看在朋友的份上 给裴俊提个醒 没必要搭理其他不相干的人 再说 对赢了又如何 那不是反而帮对方 挑上好的住机式了吗 至于嫉妒 呵呵 极度我长得帅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 赵同学误会了 我并不懂什么风水堪于 纯粹是跟着感觉走 随口一说 没想到是撞见能人 搬门弄斧 老裴 你们慢慢聊 我先去住机室里 做准备找感觉了呀 扔下这句话 苏木在大门附近 挑了一间没人用的住机室 等他关上门 赵九龄冷笑了两声说 我还以为他真懂风水 能说些独到的见解 还想跟他探讨一下 没想到就是凭感觉乱蒙 裴俊没有理他 只是在心中琢磨着苏木的话 他和苏木认识的时间 虽然不算长 但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确信 苏木不是一个信口雌黄的人 既然苏木说了 靠近大门的住机室 要比别处的好 就一定有其道理 所谓的感觉 多半是因为不想搭理赵九龄 随口编出的一个敷衍借口罢了 虽然不知道 苏木为什么认定了大门口的住机室 就是要比别处的好 但裴俊 在考虑过后 决定还是听他一回劝 于是 他冲赵九龄等人说 你们聊 我有点事 先走了 有人好奇地问 你干嘛去 回屋继续住机 不 裴俊看了眼赵九龄 笑笑说 我也觉得 靠近大门的住机室不错 想要换过去 听到这话 赵九龄脸上的表情一僵 在住机室里的苏木 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他先检查了一下住机法阵 确定没有问题后 又启动测试了一下 灵力供应情况 然后关闭住机法阵 按照突破加一板 住机应用学理胶的方法 对住机法阵 进行了重新设置 住机法阵的预定设置 是以稳定性和安全性为重 对性能做了一定的牺牲 苏木要做的 就是把住机法阵的性能全开 甚至是激发出其最大的潜能 这一点 有些类似于电脑的超频设置 以苏木现在掌握到的突破 加一板住机应用学的知识 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高明的设置 让住机法阵在一段时间内 大幅超频 却不出任何问题 只要顺利 这段时间足够让他完成住机 花了一个多小时 苏木对住机法阵重新设置完毕 没有急着启动 而是从校灰里拿出药材 制作起了凝神定破箱 这箱对他来说没什么难度 很快便治好了一些 在住机室里有专门的香炉 把凝神定破箱放进去 自动开始加热熏香 不一会儿的功夫 淡淡的药箱便弥漫在了整个房间里 香味清冷幽远 让人仿佛是到了悠悠山谷之中 心神不由的一境 苏木走到住机法阵中央坐下 还是没有启动法阵 只是全身放松 双目垂帘 运用起了住机应用学理胶的呼吸方法 并除杂念 调整自身状态 寻找住机的感觉 不知过了多久 苏木心头突然有了一丝悸动 他知道这是感觉来了 没有犹豫 立刻启动了住机法阵 同时运转起了 从突破加仪住机应用学理 学来的住机心法 双目微闭 寒光内视 双耳摒弃一切杂音 明运听息 进入到了眼光观鼻 鼻下观星 心观丹田的玄妙状态 住机法阵被启动后 就像是水龙头被拧开 精纯而澎湃的灵气 立刻喷涌而出 充满了整个住机室 几乎是在同时 住机室的地面 墙壁 天花板上 全都闪烁出了 道道符文光运 这些符文 将住机法阵喷出的灵气锁住 让它们不得外显 刹那间 住机室就变成了灵气的海洋 而苏木 就是那海底的龟须 在不停地吞噬着灵气 通过心法 将其运至周身穴位 住机的关键一步 便是以灵气充填穴位 每个穴位要充填九口灵气 以和归真之术 等到所有穴位被灵气充填后 再通过这些灵气 将穴位 经脉打通连接 从而打下修针的根基 苏木全神贯注地搬运灵气 填充穴位 全然不知 就在它启动住机法阵之时 住机场内 却是发生了一桩意外 那些距离大门比较远的住机室里 修炼住机的同学 惊讶地发现 从住机法阵里喷出的灵气 好像一下子变少了 虽然少得不多 可影响还是挺大 比如在90号住机室里的赵九龄 好不容易摸到了一丝感觉 正准备借助住机法阵的帮助 把这丝感觉抓牢 结果灵气一下子尾了 而失去了助力的他 也随之抓了空 这就像是夜深人静时 正准备要学习一下新知识 却发现断网停电 又像是准备报 更却发现卡文 难受 真的很难受 出去和周围人一聊 赵九龄才知道 这情况并不是他一个人遇到 附近好几间住机室 都出现了灵气变弱的情况 他们立刻出了住机场 找到负责值班的铜珠 向他反映了这一问题 包珠婆 为什么突然就没灵了嘞 第107章 他真的懂风水 铜珠睡得正香 被吵醒后 一脸的不爽 幸亏他没有起床气 不然这几个学生 全都要被拱翻 听了学生们的话 铜珠明显不幸 冷哼道 胡说八道 住机场 怎么可能会没有灵气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好 跟着我闹呢 信不信我把你们全扔出去 永远不放你们进来 滚 都给我滚 别打扰我伍秀 几个新生立马被他吓住 瑟瑟发抖 不敢吭声 只能在心中悄悄吐槽 这都快傍晚了 你还伍秀 伍秀的时间也太长了吧 老生摸透了他的脾气 并不害怕 只是着急 包珠婆 我们没有胡说八道 真的有好几个住机室出了问题 灵气变弱了 哦 童猪见他们几个的样子 不像是在说谎 便跳下机座 拿猪嘴在机座上面拱了几下 就听到嗡的一声轻响 一片光影 从机座里投射了出来 在半空中形成影像 却是筑机场的一个立体效果图 图中大部分筑机室 都是呈现的深蓝色 唯有他们 这几个人用的筑机室 蓝色有些淡 一目了然 那蓝色的浓淡 显然是代表着灵气的供应情况 咦 还真是出了问题 有几个筑机室里的灵气供应不太足 童猪嘀咕了几句后 又扭头看了这几个找他反映情况的学生一眼 说道 你们运气还真好 赵九龄等人不由的一愣 我们筑机室 灵气供应不足 怎么还成运气好了 有人脑洞大开 忍不住想 难不成 是我们触发了所谓的隐藏任务 包猪婆要开启隐藏的筑机室 给我们用了 卧槽 这套路我熟啊 我这是要当主角了 想到这 他差点没激动地抱住童猪亲上一口 还是有脑洞正常的人 惊讶地问 包猪婆 你为什么说 我们运气好 童猪哼哼道 这种前所未有的故障 都让你们遇到了 不是运气 是什么 啊 就这个 脑洞大开的那哥们一愣 脱口道 童猪瞥了他一眼 你以为是什么 啊 没 没什么 这人一脸尴尬 可不敢把自己 刚才想的好事讲出来 非得被人笑死不可 行了 我已经把故障汇报上去了 童猪说完这句话 费力地挪动身子 爬上了基座 重新爬好 朕的基座不停晃悠 你们回屋去等着吧 学校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检修 赵九龄等人面面相去 却也没有办法 只能往回走 走进大门的时候 赵九龄下意识地扭头 看了眼苏木用的筑机室 以及后来裴俊换过来的 那间筑机室 他脑海中 忽然想起了苏木之前 说过的风水问题 这边的筑机室 好像都没受影响 偏偏就是自己觉得 风水还不错的地方 筑机室全出了问题 这是巧合 还是苏木真的懂风水 看出了问题 学校方面在收到了 童猪的汇报后 非常重视 第一时间就把气修 扶正两大专业的 资深老师派了过来 这几位老师 统一穿着蓝色制服 戴着红色安全帽 手里还拎着工具箱 一看就很专业 到了筑机场后 立刻对出现问题的筑机室 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可是 除了灵器变弱外 其他问题 一概没有发现 最终他们怀疑 会不会是输送灵器的管道老旧 出现破损或者堵塞 才导致了这一情况的出现 准备对这片区域暂停功能 对输送灵器的管道 进行全面的检修 一听说这几间筑机室 暂时不能用了 赵九龄等人忙问道 那我们怎么办 换别的筑机试用吧 一个老师拿出平板电脑 查看了一下筑机场内 灵器供应的情况后 说道 全场就只有你们这边的灵器比较弱 其他区域都还好 尤其是靠近大门的区域 灵器最为充足 你们可以搬到那边去 听到这位老师的话 赵九龄惊讶得何不拢腿 嘴 这不正是应了苏木之前的话吗 难道大门附近的风水 真的要更好 苏木也不是信口雌黄 而是真的懂风水 水平很可能还在自己之上 所以才能看出自己看不到的情况 赵九龄感到脸上一阵火烧火燎的发烫 幸亏苏木没在这里 不然他就得找地缝钻了 在老师们的组织下 赵九龄等人更换了筑机试 果然 新换的筑机试 灵器就很正常 至少他们没有察觉出 这里的灵器有没有变入 转眼间 三天的时间过去了 这天下午 赵九龄等人又聚在一起 讨论在筑机过程中遇到的情况 交流经验 相互学习 裴俊也参加了这次的讨论 依旧是人群里的焦点 刚看到裴俊 赵九龄还有点尴尬 知道见他没有提起那天发生的事 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讨论了几个问题后 裴俊说道 我明天就要闭关 正式开始筑机 现在要回去尽心养神 就不陪大家多聊 先告辞了 这么快 你准备好了 周围的人一阵惊呼 准备好了 裴俊点了点头 信心十足地说 我已经抓住了筑机的灵感 我有预感 这次筑机一定能成 我争取在一个星期内 完成筑机 在以前 筑机需要百来天的时间 所以又有百日筑机的说法 但随着筑机理论 应用 以及法阵 辅助药物等等多个方面 有了系统的 针对性的研究后 均比以前 获得了提升和进步 筑机的时间 也大大缩短 只要正式开始筑机 十天左右 便可完成 但要是没能抓到筑机的灵感 几年筑机不成 也是大有人在的 所以这几个人在听说 裴俊已经抓牢了筑机灵感 要正式开始筑机 都羡慕得不行 他们虽然在筑机场里 抛了好些天 却还没有找到感觉呢 看着裴俊离去的背影 忽然有人想起了苏木 哎 你们说 苏木不会已经开始筑机了吧 他自从进了筑机室 好像就没有出来过 听他这么一说 几个人猛然想起 还真是 苏木从三天前 来筑机场实践了一面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只是他们不敢相信 苏木已经开始筑机 猜测说 会不会已经走了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正聊着 就看到靠近大门的 一间筑机室开了门 苏木精神抖擞地走了出来 第108章 筑机成功 新一代快难 那几个背后议论人的哥们 顿时有些尴尬 刚说人是不是放弃离开 人就出现了 这打脸 来得推快 推门而出的苏木 见外面居然站了个人 也是吓了一跳 等看清楚对方的模样 又乐了 老裴啊 你这是 换到我隔壁屋了 嗯 裴俊点了点头 你不是说 这边的风水好吗 我就换过来了 又仔细地打量苏木 神情猛然一遍 问道 你这是 筑机成功了 是啊 运气不错 筑机成功了 苏木爽快承认 还不忘保持几分谦虚 筑机成功的事情 没必要隐瞒 也隐瞒不了 越早筑机成功 就能越早地从学校里 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 更不要说 这筑机室 以及校徽中 还带有灵气监测装置 就跟运动手环监测心跳一样 在他完成筑机的那一刻 便监测到了 这会儿 他筑机成功的消息 怕是 已经被送交到老师们的手中了 你真的筑机成功了 裴俊虽然有了猜测 可在得到苏木确定的答复后 还是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叹 在他的声音中 难以置信 偏偏还有一丝 理应如此的味道 总之很复杂 但很快 裴俊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他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发自肺腑地夸赞道 好家伙 你才用了三天就筑机成功 这速度简直了 其他学校有没有更快的我不清楚 但在我们学校 你绝对是最快的 这一刻 他是真的服了 彻底服了 他是绝对完不成三天筑机的 就连他刚刚像赵九龄等人说的 一周筑机 事实上都有些勉强 只是因为是憋了一口气 想要跟苏慕再比一比 看看谁先完成筑机 谁更快地完成筑机 而现在 苏慕交出的这张成绩单 是他拍马 也赶不上的 他服气后 心态变得平和 原本的焦躁被抚平 反而是更有把握完成筑机 而之前悄悄议论苏慕的那几个人 在听到苏慕三天成功筑机的消息后 也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原本还觉得 裴俊抓住了筑机的灵感 明天就要开始正式筑机 已经是很强了 没想到苏慕这边 竟是直接就完成了筑机 三天 仅仅只用了三天 这是新一代的困难啊 苏慕倒是不清楚 他用了几天 因为从开始筑机的那一刻 他便全神贯注 再也没有想起它 自然也就不知道 到底是用了多少时间完成的筑机 在注机的过程中 因为有海量的灵气支撑 困不了也饿不了 甚至于 因为将注机法阵超频使用 再加上突破加一板注机 应用给的心法太强等缘故 他吸入穴位和经脉中的灵气 还有些超标 好在超标的程度不多 不会让他暴体而亡 但还是造成了一些副作用 比如现在 苏慕就有点醉灵 这感觉就跟醉痒 醉酒一样 头昏 无力 想吐 好在苏慕刚完成注机 症状还不算太严重 虽然难受 还能忍 要再等一会儿 最近完全上头 那就难受了 不过就算吐 苏慕也要忍着回去吐 因为醉灵土的是灵气 而非会物 肥水不如外人田 把灵气吐给灵餐多好 说不定就能让它开花结果 繁育出一大堆的灵餐 好像有哪里不大对劲 苏慕忍着不是 笑着说 谢谢夸奖 看你这情况 也是抓住注机灵感了吧 裴俊点头 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是啊 我准备明天开始注机 本来还想跟你比比的 现在不用比了 只求争个第二名 别被你甩太远就行 加油 我觉得你能注机成功 苏慕说 顿了顿 又补充了一句 要是没成 来找我 我帮你辅导 咱们朋友 收你有情价就行 裴俊翻了个白眼道 谢谢 但你要不说后面那句话 我能更高兴 苏慕有些惊讶 是吗 也行 那到时候 就不收你有情价 赵原价给吧 说真的 这样的要求 我还是偷回见 裴俊抓狂 我说的是这句吗 苏慕哈哈一笑 突然听见一阵轰隆隆的声响 扭头一看 远处不知道什么时候 拉了一圈黄线 将几间注机室围了起来 一群看上去 像是小猪模样的动物 戴着施工帽 在几个扶阵 气修专业老师的指挥下 正迈力地撅着屁股挖地 他不禁有些好奇 问道 那边是什么情况 怎么跑出来 一群猪 莫不是要搞养猪场 可见在注机场里 有点不合适吧 裴俊哑然失笑 搞什么养猪场 亏你想得出来 那群看上去像是猪的生物 叫莉莉 最擅长干土木工程的活 是咱们学校后勤部下辖的施工队 你不知道 之前那边有好几间注机室 都出现了故障 注机法阵的灵气供应变弱 老师们检查后 怀疑是输送灵气的管道老旧 出现了裂缝之类的问题 现在正维修呢 苏木明白了 什么管道老旧出现裂缝 根本就是 他超频使用注机法阵 掠夺了过多的灵气 导致距离主输送馆较远的房间 遭受了影响 说实话 他也没有想到 超频后的注机法阵 居然是这么的给力 还好当时老师们 没有检查他用的注机室 苏木回头看了一眼 确定自己 是把注机法阵 调回了预设状态 这才放下心来 裴俊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由衷地说 说起来还要感谢你呢 要不是你提醒了我 让我提前换了过来 我多少也要受些影响 说不定 对注机灵感的捕捉 就得延后一些时日 才能办到了 不用谢 我就是随口一提罢了 苏木摆了摆手 罪灵的感觉渐渐起来 他想要赶紧回去 便不再多聊 告辞道 我先回去了 祝你注机成功 等你出来 咱们再好好拒绝 好 裴俊点头 我一定不如你的期望 成功注机来见你 嗯 我什么时候有这期望了 我咋不知道 苏木有点猛 但脑袋越来越昏 便没有多问 只是笑着点头说了声好 第109章 同学 注机辅导了解一下 从赵九龄等人身边经过时 苏木突然停下了步伐 扭头看着这几位 目光炯炯 就像是恶狼看到了羔羊肉 几个人被他的目光吓了一跳 忍不住在心里面直犯嘀咕 这是 要打我们脸了 赵九龄更是低着头 缩着身子 生怕第一个被拉出来打脸 他这时候的样子 就跟有些人上课遇到了老师要抽问 害怕抽中自己时的表现 一模一样 就在这几个人琢磨着 如果苏木要打脸 我们是等他打呢 还是应该要反抗一下 展现自己威武不能去的意志时 却听苏木开了口 同学 游泳健身 呸 注机辅导 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啊 几个人据事一论 你这剧本拿错了吧 你不是应该吼一声 默契少年穷 然后怒打我们脸吗 怎么还问我们 有没有兴趣了解 注机辅导 你什么时候 还接了这种广告 你这是收了多少钱啊 能不能带上我们一起 赚这个钱 没错 这个世界不仅有考研 考博的辅导班 同样也有考修 注机的辅导班 各种品牌一大堆 两有不齐 所以这几个人 在听了苏木的话后 面面相去 猜不透苏木是在跟他们斗呢 还是有什么别的企图 其中一人忍不住问 苏木同学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不是吧 补习辅导啊 这你们都不懂的吗 这下子伦到苏木惊讶了 补习辅导我们懂 但不懂 你在这个时候提他 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意思 几个人 感觉智商遭到怀疑 有些委屈 正想开口解释一下 却听苏木又开了口 注机辅导 说简单点 就是你们要是注机没成 来找我 我给你们培训补习 帮你们找出失败的原因 纠正改掉它 手把手地 帮着你们注机成功 怎么样 你们是不是很心动 当然了 这个辅导 肯定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 没办法 我也是要吃饭的嘛 几个人听到这 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这 还真是注机辅导 而且 听苏木话的意思 他并不是 在帮别的培训机构打广告 而是他自己准备干这活 他哪里来的这份自信 就因为三天完成注机 是咱们学校第一快难 可自己会注机 注机快 不代表就能教得回别人吧 学校里 教主机理论和应用的两位老师 可能在注机速度上没你快 但人家在修为上 肯定是强过你的 而且从事注机教育那么多年 你的辅导 还能胜过他们 而且 网上那么多注机辅导机构 什么行动方 什么启航海天 哪个不比找你强 苏木不知道这几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 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 便问 怎么样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正诧异着 顺口就问了一句 你刚才是简单说 那要说的复杂点 又是怎样的呢 复杂点你妹啊 没见我晕晕乎乎 正处在醉灵的状态吗 能跟你们简单说上几句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想让我说的复杂点 信不信我现在就吐你一身 那人也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尬 干笑道 那什么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我没什么问题了 也谢谢苏木 你的好意 只是我 暂时还没有报辅导班的想法 想要先自己试试 另外几个人纷纷附和道 我也是 暂时没有报班的想法 我感觉自己状态还不错 就算不报辅导班 应该也能注机成功 不过还是谢谢苏同学的好意了 能提前通过注机理论和应用考核 跑来注机场里抛着的心声 都是对自己有些信心的 在他们看来 就算自己比不过苏木和裴俊厉害 完成注机 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 所以对苏木说的什么注机辅导班 他们兴趣并不大 苏木也不在意 他就是看到这几个人后 随口提上一句 给他们一点印象 算是发展一下潜在客户 并不指望这几个人 能够立刻答应 心生嘛 肯定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相当自信的 在没有品尝到多次失败的滋味之前 他们总觉得自己能行 直到南墙撞得多了 才会意识到 事情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 苏木现在想要发展的主要客源 并不是这帮新生 而是那些即将因为注机没成 只能拿着结业证书离开学校的人 以及其他高年级段里 尚未注机成功的学长学姐们 他们失败的次数多了 知道注机的难度 同时有很大的紧迫感和压力 这些人 才是他打开市场的最佳声援 唯一可惜的是 他跟这些学长学姐不熟 不过没关系 可以找人帮忙 要来他们的资料 看了眼注机场里 那一间建关者门的注机室 如果条件允许 时间充足 他倒是想要在这里摆摊宣传一下 但现在 罪灵的感觉越来越强 他得赶紧回去 散灵醒灵 于是他说 没关系 你们先努力 能注机成功 自然是最好 皆大欢喜了 要是不成 也别沮丧 随时可以来找我 那什么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苏木挨个跟这些人交换了手机号码 连赵九龄也没放过 赵九龄对此还有些惊讶 啊 我 你也愿意辅导 他心说我之前可是挑衅过你的 你就不记这个仇 哼哼 他想多了 苏木别说记他仇 连他是谁都没记住 再说了 有钱干嘛不赚 注机辅导 价格可是不便宜 能在 能帮一个是一个 所以 苏木听他这么一问 眼睛顿时亮了几分 怎么 你想要报名 如果现在就报名的话 我可以给你又回家哦 赵九龄见他误会了 忙说 暂时不用 以后要有需要 一定找你 一定找你 行 以后有需要 记得找我 苏木点头 又冲这几个人挥了挥手 加油 我先撤了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赵九龄在心里面感叹道 这人 度量还真大 他还是太年轻 只要钱给到位 苏木的度量 那是要多大有多大 第110章 醉灵 难受 赵九龄正感慨着 忽然感觉身边刮过几阵风 扭头一瞧 刚站在一起讨论筑机的几个人 都在全力狂奔 他愣了一下后 也反应了过来 急忙拔腿就追 这几个人的目标 是苏木刚才用过的筑机室 都想要抢了这筑机室用 苏木在这间筑机室里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筑机 再加上他之前提过的风水言论 让这些人不禁怀疑 这间筑机室的风水 是不是真的很好 才能让苏木筑机得这么顺利 这么快 如果自己能在这个筑机室里筑机 是不是也能享受到 某种气韵上的加成 这样的事情 从来不少见 还有游客跑去摸货去病的铜像 以期能够驱除病痛 长命百岁呢 何况这间筑机室 还有苏木的先例摆在那 怎能不让人心动 这间筑机室我要了 你们别跟我抢 凭什么不跟你抢 你是我儿子还是孙子 为什么要惯着你 哥儿姐妹们帮个忙 我已经有了一丝筑机灵感 只差一点便能将他抓牢 你们让让我行吗 等我筑机成功 肯定感谢你们几位 请你们吃饭 这里的人 谁还不是有了一丝筑机灵感 凭什么让给你 你是长得帅 还是长得漂亮 我长得还真是挺漂亮的 滚 几个人挤在苏木刚刚用过的筑机室门口 争吵不休 谁都不肯让 一旁的裴俊 看得直摇头 但说实话 他对这间筑机室 也有些心动 只是他的矜持和骄傲 让他拉不下脸 去与这几个同学争 另外 他也在心里面嘀咕着 苏木之前说 靠近大门的筑机室 风水都不错 我现在用的 这间筑机室 就锦铃之前他用过的 想来也不会差多少 而且 以我现在的状态 只需病除杂念 全力以赴 就一定能筑机成功 没必要去跟他们争 太跌分 想通了这些后 裴俊不再理会那几个 争吵不休的同学 大步进了自己的房间 反手在墙壁上一摁 房门自动关上 隔音效果极佳 外面的争吵 瞬间被隔绝 一点杂音也听不见 裴俊拿出一颗凝神定破香 放进香炉 在清幽一人的香味中 盘膝坐下 调整呼吸 静心凝神 以求能够达到最佳状态 将筑机的灵感 抓得更紧 更牢 与此同时 苏木脚不虚浮 晃晃悠悠地出了筑机场 醉灵的劲儿越来越强 这让他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 脑袋似乎变得比平时更加清醒 思绪转得飞快 什么事 好像都能一下子想通 但偏偏 就是身体跟不上脑子转动的速度 心里面一阵恶心 苏木实在忍不住 俯身冲着路边张口一吐 没吐出什么会晤 却吐出了一波 肉眼看不见的灵气 哟 什么味儿啊 这是 一个慵懒的声音响起 却是负责值班的铜珠 闻到了苏木吐出来的灵气的味儿 你这是醉灵了 乖乖 你也太拼了吧 为了筑鸡成功 往身体里面灌了多少灵气啊 铜珠一边数落 一边从基座上跳了下来 几步就窜到了苏木的身前 双瞳中射出两道光 为他扫描了一遍 确定没有什么大问题后 铜珠松了口气 还好没有死命灌 还是控制在了身体能够承受的限度内 也幸亏筑鸡室里有防护法阵 不然你现在就不是罪灵 更别想筑鸡成功 早就诈体了 年轻人 身体是本钱 要爱惜的知道吗 不然等老了 想用也用不了 您老只的想用 是做什么用 您还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谢 谢谢 苏木说 看出了铜珠嘴硬心软的性格 铜珠点了点头道 还行 脑子还是清醒的 听我说 你现在这个情况 需要好好的散灵 只有把吸入穴位 经脉里 多余的灵气给散了 才能恢复正常 我这里有个散灵的功法 还有一张醒灵汤的方子 现在就交给你 回去后好好散灵 这里的十二生肖铜像 除了守护铸鸡场外 本身就还肩负着 为铸鸡成功学生 做指引的责任 在铸鸡过程中 因为吸入过量灵气 出现最灵情况的人 虽然少 可他们守在这里这么多年 毕竟还是见过一些 知道该怎么处理 当即 铜珠就把散灵功法 和醒灵汤的方子 交给了苏木 这两样知识都不复杂 苏木听后就记住了 何况还有课金外挂 第一时间就给激活 数据与在他眼前 凝聚出两个资料的信息 嗯 只是他有点头昏眼花 看不太清 但是没关系 直接课金提升到十分 完美无缺 等回去后用 铜珠在确定 他把交的知识学会了后 择了一声 学得倒是挺快 难怪这么快 就能助击成功 看来他对苏木 还是有点记忆的 紧接着又问 哎对了 你还记得自己住哪儿吗 我帮你叫个鸟 送你回去 苏木爆出自己的门牌号 铜珠立马通过 内置的通讯系统 为他叫来了一只 共享灵情 原本苏木还在担心 自己醉灵了 共享灵情会不会不肯宰 结果证明 他想多了 醉灵与醉酒 毕竟是不同的 醉酒者如果在车上吐了 吐出的是会晤 但醉灵不同 这吐出的 可是转化过后的灵气 共享灵情非但不嫌弃醉灵者 反而还很喜欢 甚至巴不得苏木 能吐他一身的灵气 为此 在他的这只共享灵情 还偷偷摸摸地绕了路 甚至飞得有点野 想要把苏木给晃吐 苏木虽然不舒服 可脑子还是保持了一丝清醒 强忍着不是 搂紧了 这只共享灵情的脖子 凑到他耳边 雨带威胁地说 好好飞 不然我投诉你 共享灵情立刻委屈地叫了几声 仿佛是在说 你这不是冤枉鸟吗 我那里没有好好飞了 绕路 我 我哪里是绕路 是因为最近的那条路 有点堵 刚才的颠簸 则是因为山中风大 又不是我故意的 呵呵 苏木只是冷笑 共享灵情 这才彻底地老实了下来 知道苏木虽然最灵 却还保持了清醒 不敢再耍小聪明 老老实实 平平稳稳地将他送回了家